3 2 1 马帆苏有多迷人 明藏面衣 单眠的就比如说像 这个质地 这个质地的 最薄的 你为什么把馅儿库穿到了 你为什么穿这件馅儿一就来了 你这别指我们这时候 你的馅儿库去哪了 对馅儿库 馅儿库往上呢再冷一点 就是刚才韵姐说的这个 薄暖裤我们叫绒裤 稍微厚一点点 有一层小薄绒的 叫绒裤 绒裤再往上一点呢 我们可能就到这个 就是也有厚绒裤啊 加更多绒的 我都不给他挡进去了 然后再往上一点呢 就到了薄毛裤 然后再到那种 很粗的线织成的 厚毛裤 毛线裤 就是你们所说的毛线裤 真的就是 毛厚的那种一条项 都是穿到这个球仔裤里面的 都是里面的 到毛线裤再往上了呢 我们有这个 薄棉裤 薄棉裤 一开始到棉的 薄棉裤 毛过了才是棉 对 薄棉裤再往上了呢 后棉裤 大棉裤和二棉裤 好不容易抢哪里才错了 二棉裤就很有东北侧侧了 对对对对 而且这几个是可以叠加着穿的 是不是 我小的时候就是 毛裤加棉裤 下裤外面套毛裤 毛裤外面加盘裤 那你走路下盘够稳的呀 就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米其林宝宝这样 在小小朋友的时候真的是这么穿的 所以你看咱那个今天是国庆节啊 中国地大物博 然后无论是尾部还是京度分布都非常的广 这不在那个地方根本体会不到 那个地方的一些质点 这确实有认知 冰草冰二 和我年纪最相仿的 这个山情我离你还差的有点远 这个还稍微和你相仿一点 这个山情部分过去 接下来你们二位负责拉票环节 我们二位负责拉票 来这个今天我们现在也说冰冰在那一部分 很有自黑精神 就是我们没有开大头儿子 指了一下自己啊 这个也是为了这个节目牺牲了一下自己 就冲着这份新生和自黑的精神 得给我们冰皮月饼多多助力 对不对 而且我们把大家的童年都拉回来了 还让钢墙老师演奏了他的最心爱的钢墙技能 我必须要说啊 过了这个村儿咱们就没这个店儿 这个时刻就得给我们疯狂的助力 对 你要是看过刚才这些动画片的话 只要你看过任何一部 它勾起了你的任何一个回忆 说实话 那你说能不助力吗 能不给我们冰皮月饼点赞吗 月亮姐姐在这呢 必须得点赞 我们去你的童年一定要给我们点赞 还有刚才感谢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还要感谢我们的央视动漫集团 因为这里面很多部动画片 都是出自于我们央视动漫的 所以给我们的冰皮月饼点赞 就是为大家的童年点赞 我们一起怀念童年好不好 明场面散 要关注动画会呗 来本次段会有七个大项十五个分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雪上的项目 和冰上的项目 对其中就有我们今天体验的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雪上技巧 好游行场地 这个破面障碍等等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 马盘叔能这么流利的把这个说完 我觉得不太可能 把刚才吃着一块肉烫了嘴 所以才说得这么快 来敬冬奥 为冬奥加油 明场面四 扑面而来的时代感 全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律动起来 没错 这种气氛和这种蒸蒸日上的感觉 真的是趁得我们现场更红火了 一年一度主席夜 大家有没有和范范一样守在电视前看春晚呢 五年春晚的主持人出场 一个新人面孔 一下子又引起网友们的关注 那就是唯一新人马凡叔 穿着红色泥裙满脸胶原蛋白 大气明艳与青春感同在 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 马凡叔在去年7月份时 才正式进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主持人名单 但是之前在体育台已经赫赫有名 据了解 2012年马凡叔以全国第九 黑龙江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语主持艺术专业 2014年马凡叔进入央视体育频道 主持天下足球 凭借清新亮丽的形象 成为该节目中已到独特的风景 出生于1993年的他 今年才28岁 被不少球迷称作足球旅神 或许还有一部分观众 对他不是很熟悉 但是相信假以时日 随着他在其他节目当中的曝光 也会吸收一部分观众 不得不说 央视一姐的这个位子 不是那么好坐的 毕竟前辈都是如此优秀的 想要让自己突出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明场灭六 这也是让网友们表示震撼 这位美女主持就是马凡叔 马凡叔1993年11月6日 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 中国内地体育节目主持人 2011年18岁的马凡叔 参加并获得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形象大使 选拔秀的第四名 2014年马凡叔因为担任中央电视台 天下足球节目主持人 而被众多球迷所熟知 马凡叔清晰亮丽的形象 落落大方的主持风格 无疑为天下足球增添了一番特别的味道 明场面提 刚才马上要主持自己第二次的豪文生涯了 现在有什么心理感受吗 还紧张吗 还紧张 那昨天第一次站在变老师身边 来主持这豪文生涯 有什么感受 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特别紧张 就是站在大屏幕上 然后导播喊 喊大卷石 我从来没那么紧张 我就是 大概深呼吸了起码二十次 就是平均 每秒钟呼吸 那就呼吸两次了 一直在收音器 那回去有没有回看自己的节目 不敢 郑老师没有跟你说 一定要回看自己的节目 然后自己才可以成长吗 一般都这样教育的人 因为这样 我觉得这个事儿 把眼睛踩实践 就是每一个人都亮 我的话呢 我其实大概 我都知道我这点 然后比如说 网友们说的 长再亲切一点 然后比如说 就是晚会的感觉在少一点 然后帮你接地气一点 啊什么这些 我心里接受的大概的 然后我回去有看一些片段 就是比如说 Cut版 我有看的看一些 然后 嗯 就 大概知道今天从哪里调整 对对对 就如果给自己昨天的表现打分的话 明场面吧 是的 黄马和马进之争 其实呢 是阶层之争 黄马代表的是 马德里所谓的富人阶层 而马进代表的呢 则是马德里的平民阶层 所以很多人会说 哎 从他们的绰号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区别啊 一个被称为是银河战机 明场面酒 手一直在扶着把杆 有一个荣誉称号 叫冰上一条头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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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点是 好 咱们争取把这个称号变成冰上一条小旋风 对 腿再高一点 收 哇 一 二 老师我在糊涂些什么呀 二 多不想上兵 而且我每天上兵都是从庭学棋 加油 蹲 再等 蹲 再等 明场面食 我发现 你画的娃娃店 那边上全面 到一位 爱情的相片 表屏好你的美傻 加扩好你的微笑 前转肚脚的马性的酒吧 了 是吗 有 是吗 是吗 这个 很可想 好 好 我 好像 是的 你画的娃娃 对 好 可惜我还没有发现 你画的娃娃脸 那叠上全片 倒以为爱情的相片 最近是南风天 潮潮的爱恋 化妆鞋 明场面思乙 好了 大家好 来 我们今天展现一下 如何是大骗活人 化妆式技术 看起整容 专心之后大对比 好了 我们开始装修 完修完成了 然后一会儿我们吃面 明场面思乙 见证吗 前两天我还在听 咱们那时候的《仰望星空》 我们上次还有演过 叶同回 对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还记得吗 为什么呢 不对 比不上大家老糊涂 那是海洋歌他们的那个 那谁有你啊 没有 怎么没有啊 你不上咱家的老糊涂 老糊涂 那这样 第一个节目不是没记住吗 对 第二个节目总会吧 《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是第四个 第四个 金嘉宾 你站那儿 快 完了 完了 必须站那儿 不行 我必须考验一下 小队长的能力 快 除了那个智商 我这个肌丁 来 预备走 明场面实践 因为估计 就是在我这个年龄段 女孩可能还对婚姻有所憧憬的 我看完这段表演 那完了 一点憧憬都没有 就太吓人了 我一点也不憧憬了 我不结婚了 天哪 这后果很严重啊 这 小妈 快我上来 我爬上来 我给您 我给您 说不是 小妈 快给我上来 我上来了 您有什么吩咐 婆婆 明天的饭 大广泛 明儿的饭 明儿 明儿早饭 我都想好了 这 土豆炒辣椒 您看怎么样 早饭 这就是早饭 那 午饭 午饭 辣椒炒土豆 那 午饭 晚饭 我这最擅长了 晚饭 我想的最好了 准备特别周全 这 晚上 我们